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記住人有好處,有什麼問題可以發問呢? 正確沒有,但我知道的都超過十五年 絕大部份是在冬天那邊 因為他們當晚的環境真的很好 謝謝 梁先生,可以再整合很多次 針對鄭家父那晚 令他怨公比較不舒服 你可以再說一次,他有天氣 他原本沒有脂股巴士 還有他有形容到,搞到一些乘客 好像要拿起難民營 又說有沒有脂股巴士去疏導人 這方面,你覺得… 巴士這件事呢,在冬天很多次 很多次都會遇到 其實,專利巴士是一個專業的巴士公司 他們都要選擇平勢 我們說這個接駁巴士 講句難聽些是嚴格的 我們接駁班,我們都要做 我們不是說不專業 只不過,我們不是尊重巴士公司 所以更加不應該去妄顧了別人 專利巴士都不做 那一個安全情況下,去出巴士 其實我這公司是有巴士的 但在那種情況下,去出巴士 第一,我會不會做 第二,那個危險程度 如果發生的事 拍子標題的話,講些 我會把市民去死 其實我們第一考慮是安全 第二考慮都是安全 最後的考慮都是安全 我們就為了安全 才令我們乘客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等我封過了,我們再去安排 但是,你說他的安排在的士那裡 是有些批評 是否做得不好 我們不分開 這些事物是否 因為真的有這些事物 很深刻,很深刻 我們是去體諒的事物 反過來,用謝家貝斯坦說的難民 我不敢說他,說錯他 因為當時是等於一個戰爭 戰爭,我們做前線聯報 這樣一個是士兵 我們想戰場去打 我們知道外面槍林彈雨 我們阻止平民白城去接受槍林彈雨 我們是士兵 我們去接受槍林彈雨 因為我們是英雄 因為我們是士兵 所以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爛民疫與不爛民疫的問題 是當時的環境 是安不安全的問題 一講到安全 性命又掛 我問乘客 他選擇遲遲回家 也或永遠掛不起 我想沒有人會答後者 永遠我們口頭前的遲到那麼多 這個就是我們安全至上的標準 永遠安全 從港鐵來說 都是第一環 沒有得以加的 那作為了團風 你們有沒有說 公司不犯 或客人來的 如果真的在你這方面 或客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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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 因為 都說了 真的 打複入了一個極端 香港有一個福地 每次都真的 不是吹不正 就吹歪了 剛才也說過 根據資料 28年內 這次才是第二次 受風球 不是 九個風球 都要數到十三年前 不知我有沒有記錯 但我約了幾個風球 很久 真的要受大霜王的風球 多的時候 在平時 究竟是怎樣去面對 在災難性的風球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工會都準備 是約定一些高層 去談一下 我們在將來 面對那個困難的面 去改善空間 其實我經常都說 改善空間是怎樣的 問題就說 那個問題 什麼時候引發出來 因為人 只用人 他不會說 在事前什麼都想到 有些事情是發生了之後 才想 如果這樣做就好一點 我們當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雜誌講 要向一些徒師 收一些意見 這樣變高層 我們跟我們 談談這個問題 你做了嗎 明白 或者我補充一下 剛才我記者朋友問 例如那個 接木巴士的問題 其實本身 我們港鐵都有接木巴士 如果一般的情況下 都是在接木巴士問的 在打工的情況下 基本上 我們都會盡量 利用那些接木巴士 接木巴士 接木巴士回家 問題就是 好像今次的事件 當其他交通工具都已經 會盡量的事件 如果政府要求 所有事件 以來來港鐵去做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 不是很實際的 但是我們盡量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件 希望他們沒有誤解了 或者被人誤導了 就說沒有接木巴士 這件事 只不過是說 沒有辦法 保安靠 因為完全不滿足大家的需要 這個是好一點的 沒有傳媒朋友 有甚麼問題 沒有我們今天 沒有 沒有傳媒朋友 有甚麼問題 沒有我們 沒有我們 第二次上的資料 都在你們的 團隊上 都看到 有任何的工作 可以玩玩玩 好 感謝你們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